如果珍珠也有美人骨的话 那么人家伦和Tazaki应该也有着前世的缘分 Tazaki并不像玉露本那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比起专攻于皇室的高贵质感 它更加年轻时尚 珍珠和钻石同时作为品牌的主要元素 为我们一次次的呈现出了美人骨的特质 Dender系列的灵感来源于自然的神秘 以威显又美丽的食肉植物外观为形态 金属尖色点缀着不同大小排列的珍珠 仿佛在温润柔和中生出了丰利的爪牙 当钻石的钢硬碰上珍珠的圆绒 是谁身陷在了它灵厉又深情的目光里呢 充满着致命的诱惑感但又无法自拔 这是形貌之于皮表的美人骨 温柔又危险 最经典的平衡系列灵感来自平衡球 珍珠尽力于平衡物上面掩盖着芥台 随着手指上下柔缓的摆幅尽情摇晃 如果说传统的珍珠就是配饰本身 那么它的设计是将珍珠也作为配饰的点缀 连同钻石和18K的平衡目 共同建立起空间美学 点线间串联起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姿态 就像是人生路途上每一个经典的角色 贯穿的是坚硬的态度 演绎的却是满目的柔情 这是内在之于风格的美人骨 柔软又坚韧 看这样满美的时尚演绎 还不承认他们有着现实的缘分